我们来谈一谈两岸的前途问题 这个大陆还有海外的大陆华人啊 至少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 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个见解 一派呢是支持现在蔡英文的这个 台湾政策就是台湾独立 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大陆已经沦陷了 是专制统治 那么台湾呢理所当然应该追求自己的发展和幸福 所以呢支持台湾独立 另外一种观点呢是 希望大陆把台湾给统一了 而且要武力统一 为什么台湾本来就是大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你们凭什么独立呢 那么我们现在呢知道是台湾的国民党 是持统一的观点 这个统一的观点 我们都知道大陆的国民党人有很多大陆的情怀 因为他们是曾经为大陆英勇奋战了那么多年 打日本 然后最后又打败了又到了台湾 那我知道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大陆统一的 可是我就想请您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 我也想请您解释一下 就是国民党人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观点 是建立在一种什么基础上 为什么国民党现在要跟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统一呢 这什么意思呢 关于两岸关系啊 我想我们中华民党从秦始皇开始 就是一个大一通的国家 中国每个朝代更换 中间 比如说汉朝同合面一个三国 三国是分裂的 但是那经朝统一以后 没有三国是哪一个国家会独立出去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 但是从来没有分裂变成独立 那么现在海峡两岸的关系 当然就是一个分裂的状态 站在中华民国的那场 孙中三线革命的目标 它就是要建设一个统一的 现代化的三民主义国家 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党 虽然是到了台湾了 还是坚持这个目标 所以这是一个三民自由民族均富的 统一的中国 所以半年抗战胜利 我们已经完成了民族主义 中国的族群斗裂 试图恢复 不凭人条取消 过去民族主义所要求的事 都已经做到了 那么抗战胜利以后 这个当然就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当然这个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 这是过敏党和过敏党的 这个思想和政策不一样 因此就说为 当时 那四五年到四十年内战 也是以统一中国为目标 以统一在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这样的统一 以军事方来统一 力量来统一 就失败了 所以因此啊 这失败了 国民党到了台湾呢 根据宪法 宪法由台湾代表参加的 所以台湾是 不只是开入会 一选也一接受了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 所以我们政府签到台湾呢 他们太多数是流氓政府 我们怎么知道 台湾本来就是我们的 我们不是想 这个二十大人在法国戴高楼 他到英国冷革去做这个流氓政府 我们不是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而蒋总统 虽然把大陆吃掉了 他对革命的目标 复兴中华的目标 没有变 所以到了台湾的时候 我们要建设台湾 做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以这个模范省 将来是同一大陆 以后实行三民主义 所以因此这个 这个我们的同一这个 同一的这个这个概念 今天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所以现在九二公司 很好慢慢活平发展 活平发展最后到了这个 现在无论是每一方也好 他还坚持 任何海峡两岸任何一方 不能片面改变现状 所谓片面改变 台湾片面改变 就选不得了 片面改变现状 大陆要说如果无力侵犯台湾 无力统一 那也是片面改变现状 所以我们现在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是呢 在我们中国民党的这个目标 那就是政治民族化 民族是一个和平统一的一个过程 也是和平统一的一个过程 也是和平统一的一个过程 而这也就是我们三民主义 你们所讲的 要这个是民族均富来统一中国 所以中共是讲和平统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我们在台湾讲自由民族均富 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同意和平统一 但是我们从来不接受一国两制的统一 换句话说 统一要在和平交流当中 和平发展当中 建立两岸人民互相接触 了解整形情感 整形了解这个事 然后我们都知道哪一个制度最好 我们就照这个制度 所以我讲 这是我个人的讲法 所谓和平统一呢 不是大同小 不是你中国那么大台湾人 邓小梅说过来 统一不是大陆去掉台湾 那这很好啊 也不是强统一路 大陆现在兵力是台湾的差不多十倍 我们是同非 我们这就是哪一个制度好 好的制度只有一个 是同非 所以我们坚持自由民族均富统一 所以这个目标什么时候完成 很难说 但是只要我们现在 作为九二共识 在和平发展 当然两岸不打仗 我们多交流多交流 等五十年 等一百年 等两百年 没关系 这才使得台湾呢 九二共识使得台湾 立于不败之敌 所以这是一个两岸三边 三边还有这个美国的关系 所以两岸关系 我个人已经是两岸是具有国际因素的内战问题 我们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是内战 但是有国际因素 国际因素 美国比方说是上海公报 这是美国人从大陆定的 不是我们中华民国从大陆定的 所以这个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想 我们这个所谓同意的概念 同意的概念不是国民党回去真正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大陆只要这个制度 是符合一族的越外民族国家 自由建筑的制度 那就是同意的时候 中国国民党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的中华民族来说 有三大不修的贡献 第一个不修的贡献 1911年推翻了满清 专制政绩建立了一个共和国 这是在中华民族集签的 这是投一次 第二就是我们领导的抗战胜利 所以这是为什么抗战是真相呢 抗战取消了不平等条约 中华民族中国现在变成世界上的五强之业 实际上四强之业 法国是后来加进进来的 这是不修的 第三点 中华 中华国民党在台湾 我们终结了枪杆子出政权 中国积极年一来 这个唐宋元明清这变化 最后都是靠枪杆子 枪杆子 两个朝在先打 打最后打也做皇帝 但是台湾 台湾枪杆子军队真的是国家化了 所以国民党把军队完成 国民党是国民党建立起来的 但是国民党现在交给国家 并不因为你这个人不是国民党党员 你就不能做总统 所以在台湾的选举 我们军队完全是不介入政治的斗争 这是一个民族国家收要的条件 如果军人可以干政的话 谈不上民族 所以这是江总统 比如说 我们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军人军队完全没有任何的特权 像泰国最近民族 最近也定了宪法 他就规定国会议院 军人一定要占好多份 我们没有的 所以因此这个 我们所谓自由民族军复统一中国 这是以 不是为了国民党回去 是政治要统一中国 我们是希望中国要 作为一个大的 东方的一个自由民族军复的一个国家 这就是赛民主义中国 我们是为了国民族军复的一个国家 我们是为了国民族军复的一个国家